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也有人成名成家了 像丁绍光先生已经成为一个大家 当然随之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丁绍光 中国的画家能在美国更加的被美国人民所知 他的绘画被更多的走进更多人的家庭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除此之外 除了他们的创作之外 其实他们还负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艺术教育 陈先生其实说到艺术教育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舞蹈老师 我说你英文不错 其实你也除了会跳舞 其实你也有很好的专业 我说你去做专业 可能你挣的钱要比你做一个老师 挣钱挣的多多了 他说不是 他说我教孩子跳舞 我有一个理念 我说什么理念 他说喜欢艺术的孩子 多不学坏 我说你这个东西有意思 我说你这个可是很有见地 他说你看 他说我的舞蹈学校出来的孩子 甭管男孩的女孩子 这么多年了 没一个学坏的 我也问过很多搞艺术教育家 有一些教绘画的 有一些教什么的 除了业余都不算 就说那些学校性质的 老师比较负责任的 孩子们不仅不会学坏 而且他们的艺术欣赏 鉴赏能力 这个打开之后 对他们的学习极有帮助 我就不知道您怎么看 其实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多的专业人 是在耕耘 但是从目前看效果真的很好 对 你怎么看这一点 我其实是搞教育出身 我其实是搞教育的 对 我其实是搞教育出身 只不过是说 因为创作时间过于紧张 所以说 没办法 对 没办法 这差不多很多年不教了 只能放一放 对 自己因为要进行创作 对吧 所以说把教育这部分的话就放一放 那么对于美术教育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就刚才您讲的 它对于孩子的发展 确切实实是一个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 那么只不过就是说 在美国的儿童美术教育 或者说美术教育 它不只是局限在儿童 美术教育和国内的美术教育 它有一些不同点 有一些不同点 不同点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国内的美术教育相对应的来讲 它更多的是希望家长 希望孩子都能够走向专业 你看一看每年的艺术高考 成千上万 你看艺术学院外面排队 好价排成龙了都 对 太可怕了 对 这个是国内的教育的思想 就是说家长或者是孩子上学的思路和想法 他更希望的话 往专业方面去考虑 对 而美国这边的话 不一样 美国这边的话 它的美术教育 或者其他艺术方面的教育 它更多的是什么 是一种兴趣 一种兴趣 那么当然了 现在的话 有一些 不是现在了 就是近几年 有一些家长的话 是希望把他能够上入 就是进入比较好的学校的一个跳板 加分 加分 为了进入艾维利也好 好的学校 这是一个加分 确实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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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国内也加分 对 国内也加分 原来 也应该加分 对 我在完成功课的同时 我还有这么多艺术修养 当然应该加分 对 那么这个的话 是在美国的话 这边的话 更多的家长 就是说他的想法 是这样的考虑 也算比较实用 考虑比较多 另外还有一部分家长的话 他考虑的是什么 考虑的是 说句不好听点的话 就是你帮我带的孩子 帮我带的孩子 找个地方打拨打拨孩子的空闲时间 空闲时间 帮我带的孩子 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也有一个相当比例的人 是这样的想法 可以理解 但是刚才您讲过的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说你的孩子 来进入这样的艺术教育 能够进入这样的艺术教育的培训也好 或者什么接触这部分的东西也好 它确确实实是对孩子能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正面的影响 起码是追求美 对 因为尤其是绘画 尤其是绘画 绘画这部分的话 它有一个跟其他的专业不同的点 就是说它能够让孩子 它的创造力 又有想象力 对 它的思维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 能够在你的老师的教育下 它能够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个感觉 这个感觉当然是因人而异 但不管怎么讲 孩子在这方面的接受的 接受这方面的教育的时候 他一定是或多或少的得到很多的益处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说对于孩子的开发智力 对于孩子的想象力 对于孩子的美的认识 这些方面的话 它都起了一个绝对的重要的作用 刚才您说的 有一定的相当一部分是有一种实用性的 但是我从另外一角度看 在我们洛杉矶 有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 就是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最著名的 这个工科院校 对对对 你知道他有一个要求是什么 所有工科生必须得修艺术课 我问过他们老师 我问过 因为很多有一些老师 我经常他到春夏交际 经常有一些音乐会 我也常去参加他的音乐会 因为离我们家很近 就在帕萨迪娜 他就说 他说为什么 他说很简单 他说我们需要抽 这种抽象思维的 这些理性思维的人 他们要增加他们的想象力 没错 如果他们不学艺术 他们无法有想象力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严谨 我要论证一个东西 我要做一个东西 合理性严谨性和实用性 但是他忘了 什么东西能让你有更好的想象性 更有未来的创造性 所以说这就已经不再是实用性了 他说这是必修课 不及格 你其他专业考再好 你也比不了业 没错 没错 所以艺术教育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 所谓的中国人讲素质的培养 不完全是了 对 我不知道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像卡尔特这么做 当然有道理 这一点的话 不但是有道理 而且的话 是现在很多的高科技公司 他不但对于艺术创造力这一部分 要有一个标准 他还有一部分的话 他把禅宗文化都纳入其中 这种禅宗文化的话 就是让你产生一种悟性 一种顿悟 对 在静的沉静下来的过程当中 然后你的思想才能够升华到另外一个点 这根绘画是一个道理 你绘画一个孩子 本身所有的孩子 你看看 我要拿一个东西过来 我说孩子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我画出来 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结合成什么样的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特点 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故事 你自己的感受 才能够把它表现出 你自己所要表现的作品 这就是百花起放 百花起放 对 每个孩子对于这个作品 他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欲 最后他创造出的作品 完完全全都不同的 180个孩子是180个作品 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讲的 就是什么 他的创造力 所以说 这一部分的教育 真真正正的是一个对孩子今后的发展 那真的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美国社会他很喜欢借鉴很多国家的这些文化的东西 对 你想我曾经我和波音公司一些人聊过天 我在西雅图的时候 他们军工部门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吗 当美国要发展一个新型武器的时候 他在讨论会上是请好莱坞的导演和幻想小说的作家来一起参加的 他说我们需要他的思维 我需要他的想象 我需要他的这种奔放的这种概念 他说我当然了 我们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要放回到实际当中 但是我需要这样一个视野 对 所以看来美国 所以美国的强大还是有他的道理 当然是 你比如说 你看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很多 他为什么不能培养出那么多的优秀的孩子 优秀的学生 他的教育思路就是什么 就是在你的开放性和你的创作性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他会让你 我拿着一个东西过来告诉你 今天我们要画一个这个东西 好 现在我给你多少张纸 两天之内把它给我画完 这个100张纸 100张作品都要完成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概念 随你画 随你画 随便画 你必须把它给我画出来 这是什么 强迫你改变你自己不同的想象力 用你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来表现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什么 来刺激你的那种强烈的那种创作欲 所以您知道 您跟我说完这番话 然后我想起什么 原来有一位IBM的前副总裁他跟我说 他说我在IBM招蓝光大型计算机的项目的时候 我在招人的时候 他说我招的是艺术家 我说他说他懂数学吗 不懂数学 他懂编程吗 不懂编程 但是他有想象力 他聪明 他是那种属于天才的人 英文叫Genius 说他是属于Genius 他不是属于正常思维 他说数学那东西都可以后来学的 想象力 艺术思想和他的这种天才的创作 那是先天带来的 所以我说我最后我选的人是这种人 而不是到MIT选一个数学最好的 所以刚刚师傅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我不信 我觉得你就是忽悠我 你今天跟我这么一讲 我真的信了 所以其实这不叫旁类侧类旁通 而是说艺术有它的特殊性 对 所以从小接受艺术教育 尤其是好的艺术教育 一生享用 对 所以我想很多电视机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们 可能有点后悔 但是没关系 中国有句话 八时不晚 还是可以学习的 今天有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来谈这里了 我们感谢陈兴杰先生 谢谢你 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收看 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